哈喽大家好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 哎估计很多人看到我突然出现会吓一跳啊 这段时间怎么庄野不见你更新呢 给我们玩失踪你干嘛去了 是这样的 其实我在我上一期节目的结尾已经提到了 我回了一趟国 可能会问你回国这么勤啊什么的 去年的节目2023年你回国 提到的这些回国经历 依然是历历在目言忧在耳啊 结果转眼刚过去一年你怎么又回去了 这个没办法 家里有个老爹啊俗话说的嘛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我也不能把这个宝贝疙瘩扔在国内不问不问是吧 而且我老爹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到今年 已经86岁了你想 虽说现在他身体还不错 能吃能睡能跑能颠 而且他给自己定了一个flag就是能活到120岁啊 怎么说呢 其实他也不用活到120啊 只要他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到100岁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而且你看 就算100岁的话 到现在距离也不过14年而已 说句不好听的 见一面少一面啊 所以说呢 趁老人身体还健康 多回家看看 多陪陪老人 总比亲人离去之后 看不到后悔遗憾要好得多啊 除了老人之外 国内我还有很多亲戚啊 朋友啊 前同事啊 什么兄弟姐妹啊 也得定期回去交流一下感情啊 体会一下 被爱包围的感觉 调剂一下我们作为海外华人 长期在国外孤独生活的情感需求 一年见一次面一次待个两到三周的时间 这个度是刚刚的好啊 相聚待不够 回来之后呢 还挺想念的 你看 这要是待时间再长了的 那就不是被爱包围了 那就有点招人烦了 比较扰民呢 所以说呢 在接下来的几集呢 我就会好好的 跟大家说一说 2024年 我回国的见闻和感受 比方说见到哪些有趣的人呢 经历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啊 我眼中的中国 今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这个我会做几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在说我的经历之前呢 我还是 先上干货 就说如果您作为一个海外华人 要是回国探亲 或者是访友 或者是旅游的话 那么您回国之前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 以及在你的手机上需要安装那些软件 就这样的干货信息 目的就是给那些想要回国的人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 尤其是 你看平时生活在国外的些华人们很久没有回到中国了 突然回去你肯定不太熟悉国内的各种无现金的生活场景 其实去年我讲过一期也是关于这个话题 不过 今年有些更新 去年那个当然也可以看了 但是今天这个介绍可能会更全面更新一些 好咱们就废话少说 直入主题 第一个信息就是买机票 我买回国机票 一般都是先去那个Google flight上面去查价格 大致查好了一个满意的航班之后 就去找我身边的熟悉的机票代理 看看他们手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优惠的价格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他们航空公司的官网上去买 也许会有些好的deal 我今年回国的往返机票就是跟去年一样 我还是买了台湾的长荣航空公司的机票 过境台湾 这个桃园机场 不过今年的台湾之行 跟去年比不如去年顺利 在行程上出了点问题啊 比较让我失望 当然这个咱们回头再讲 好这个是机票啊 第二个需要做的准备就是买一个 比较可靠的VPN的翻墙软件 我们去年回国用的那个private VPN 那个好像是被封掉了 用不了 当然用不了正好 反正它这个产品比较差 去年我用的体验比较费劲 今年我就干脆换了一个 换什么呢 今年我用这个 它的名字叫做 LetsVPN 中文的上招是快连VPN 我感觉今年这款产品呢 我选的比较满意 这个呢 操作比较简单 一键翻墙 在国内用起来也是很稳定 而且一开机它自动就给你翻出去了 你在国内使用的时候 你看我和我太太 几乎是24小时在使用这个翻墙软件 几乎我们就没有体会到 跟在国外生活有什么区别啊 翻墙翻的非常的稳健 24小时不掉线 你看我们平时看个外网 收发个email啊 用chat GPT啊 看股票啊 还银行账单之类的 平时生活中常用的操作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不过 这个VPN只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你买了它一个账户的服务呢 只能安装两个客户端 这样的话 你看我在我的手机上和我太太手机上 装了两个客户端之后 就没法再装在我电脑上了 于是呢 我就不得不多花一份钱 给我电脑买了一个账户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这个产品的价格非常便宜啊 一个月的服务也就是12美金啊 就多花12美金呗 好 这是VPN啊 在这里托付一下 我不是给他们做广告啊 我接下来 涉及到所有的产品信息 完全没有任何的业配 完全就是我用着爽了 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您用不用的 您自己决定 好 除了VPN 第三个准备工作就是 解决回国上网的问题 这个呢有很多解决方案了 最方便的解决方案 就是第一种啊 就是开通你加拿大手机的国际漫游服务 这样最方便的 又能打电话 谁又能上网 连翻墙的VPN你都不用买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死贵死贵的 因此说呢 我是强烈不建议 除非你不差钱啊 这点漫游费花起来跟玩一样 那你倒没说 我这个穷人呢 这个就得 你看回国之前呢 我每次都是 把我加拿大的这个手机的SIM卡 从手机里面抠出来 干脆我都不带回去 好 回国上网的第二个解决方案 就是买一个这个厂家 它叫 Aerilow的eSIM上网卡 它的优点就是 它在网站上面有不少比较灵活的plan 你可以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短期方案 比方说 它7天1GB只需要7个加币 15天2GB只需要12加币等等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对于30天的方案比较贵 你看这个 它是30天20个GB的流量 还注意啊 只是上网不能打电话 竟然需要花你68加币啊 这是开玩笑的 另外呢 它这个eSIM的解决方案呢 对于那些不支持eSIM卡功能的旧手机 比方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 这个iPhone10啊 这个eSIM就没法用啊 好 回国上网 第三个方案就是开通一个 用护照登记的中国国内的电话号码 开通的同时呢 买一个语音通信和数据流量的这么一个plan 比方说网上有那个你好mobile这样的运营商 你可以 上网购买他们的流量和语音套餐 它的优点就是一次办齐办好之后又可以上网又可以打电话 号码呢也可以为您长期保留 您离开中国不用这个号之后呢 可以跟他们客服申请一个停机保号 每个月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保留这个号码 等下次回国之前再重新开通充值就可以用了 他这个价格也比较不错啊 你看他网站上写的这个语音和数据套餐 每个月只需要88元人民币就可以拿到20Gb的数据流量和150分钟的通话时间 还算是比较便宜啊 不过呢他这个你好mobile也有缺点 首先呢 他没法在网上自助办理 只能通过客服人员来帮助你购买 此外呢这个电话号码的SIM卡 厂家是没有办法寄到国外的 他们说只能寄到你国内的亲戚那里 然后让你亲戚 寄到国外给你啊 这样这么一个操作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 就只能说是回国之后下了飞机 到了亲戚家拿到卡再用 中间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这个间隔期啊 好啊 关于回国上网的第四个解决方案 就是我这两年一直在用的 就是在亚马逊上面 买一张中国联通的上网卡 不过他这个上网卡呢 顾名思义嘛 只能上网不能打电话 在亚马逊上的价格是 30天给你40个GB的流量 只需要你花45加币 你看 他这个价格其实 比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 Aero的eSIM卡要便宜不少 我去年回国买的就是这个卡 不过去年的价格是 一个月35个GB 只需要花30加币 今年呢就明显涨价了 不过我用的挺方便啊 他的好处就是 极插极用 到了国内一下飞机 就把这个SIM卡插入手机 立刻就能上网 而且你今年用完的这个SIM卡呢 也不用扔掉啊 明年回国之前 提前去他们的网站 在线充值 充值以后就可以继续用了 不过这个东西缺点也有 第一个缺点就是 它有使用地区的限制 目前在新疆 西藏 云南 广西这四个省或者是自治区啊 这个卡用不了 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 在第一次使用之前 需要您至少提前一天 登陆中国联通的一个网站 去激活这个服务 就是多一道手续啊 很多人一看这个就感觉到这个 有抵触情绪啊 嫌麻烦啊 其实这个也不算什么缺点 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 这个激活的操作很简单 全是在网上自助操作 上网呢填一些手机号 或者是email等联系信息啊 主要目的就是收短信用 然后再填一下 您开通的这个SIM卡的号码 然后再告诉这个系统 您打算哪天开始启用这个号码的 就这些信息啊 填好了一提交 几乎是同时就能够收到一个短信 确认您的激活需求已经通过 所以说基本上没什么审核 挺方便的 可能听到这儿呢 有人会关心一个问题啊 一般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来说呢 回国一个月大概用多少流量呢 这么说吧 看你怎么用啊 正常情况下 你像我这种 这个YouTuber啊 进了家呢 用WiFi 出门才用流量这种 而且 你作为一个YouTuber 您知道了 我算是用流量 用的比较狠的那种啊 那我这三周时间下来 也大概只是用了20Gb左右的流量 这么算起来呢 一个月30Gb其实够够的 好接下来讲一下 回国需要提前准备的第4件事情 就是开通一个微信支付 方案一就是给你的微信后台 绑定一张海外的信用卡 这个对于国内没有亲戚朋友的 外国人来说呢 这个非常必要 至于具体怎么绑这个卡呢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其实挺简单的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我就是啊 一次就成功绑定了一张Visa卡 不过过程中呢 需要您提供您的护照的号码 和这个照片啊 这种微信支付 绑定海外信用卡 它的优点是呢 让外国人也能够轻松用上微信支付 体会到在中国的这个 无现金社会的快捷支付的方便 但是这种绑信用卡的微信支付 也有一个缺点 而且缺点很明显 就是它的手续费比较高 微信是收你3%的手续费 所以说微信这个3%呢 在200元人民币 以及200元以内的消费可以免除 但是消费高于200元的这个情况非常多 另外呢 除了微信的这个3%之外 你背后绑定的这个国外信用卡公司 他们给你换汇的时候 肯定还得再收你2%到3%不等的这个 这个换汇的手续费 这里外里加起来 这手续费可能会高达6%左右啊 所以说呢 用微信绑定信用卡 使用起来相对比较贵 此外呢 它也有一个消费额度的限制 就是单笔交易不能超过6000元 每个月的累计不能超过5万元 年累计不超过6万元 这样的 还有呢 绑定海外信用卡这个微信支付啊 它是不支持红包或者是转账功能的 所以说呢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的限制和缺点呢 我就推荐您呢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这种方法 也就是火急火燎硬个急还行啊 那不用这种方法用什么方法呢 您看我下面说的第2种方法 就是 跟您的家人或者亲戚商量 让他们转账一些人民币 到你的微信钱包 这个东西也叫做微信零钱 实际上就是现金 这样的话呢 您在需要微信支付的时候 直接从零钱里面付款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免除手续费和支付额度的问题 而且没有各种限制 至于你亲戚给你转钱 你们俩之间如何结算 那你们自己商量 反正拿我自己举例子 你看我自己在国内消费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是 先从微信零钱里面支付 里面的钱呢 厚着脸皮 跟亲戚们要来的 结果呢 有一天出门呢 我付钱的时候 突然发现零钱不够了 于是呢 我事先用微信绑定的海外信用卡 就临时顶上去帮我救了个厂 当然花的不多 也就是花到不到20块人民币 等回家之后呢 再跟亲戚厚着脸皮 让他们再转一点现金 进我的微信钱包 下次 这信用卡不就不用了吗 而且您尽量记住 当您不得不用信用卡的微信支付的时候 尽量避免支付 超过200元人民币以上的消费 就是能省一点税一点 当然你要是不差钱的话 6%的手续费在您眼里 小意思毛毛雨 一点不在乎 咱们就是图这个花钱买个方便的话 你当我没说 好 此外还有第3种微信支付的绑定方法 就是 把您的微信支付 跟自己家亲戚的银行卡绑在一起 只不过这种方法呢 在实名制的要求之下 一旦有任何需要身份验证的情况 你总得需要跟你的亲戚打招呼 帮你刷个脸 帮你收个电话验证码之类的 比较烦人比较扰民 所以说这个方法可以用 但是我也不推荐的用起来的话 要做好 不断麻烦亲戚的这个心理准备 除了前面三种 还有第4种方案 就是作为一个海外华人 您肉身回到国内 用您的护照和您自己的名字 开一个国内的银行账号 这种方法呢 您得需要给银行提供两个信息 一个是护照号码 一个是你国内的电话号码 所以说电话号码是前提条件 等你开户成功之后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新开的国内银行账户 给你的微信一绑定 那你就方便了 用钱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把你国外账户里的钱 转到这个国内的账户 转的时候呢 外币自动会被换成人民币 用的时候也方便呢 这个国内银行账户的钱 可以转到微信零钱里面去 然后再支付 也可以直接从这个国内的银行账号里面 去划账 不过怎么操作了 都是没有手续费和使用额度的限制 目前呢 国内有很多的银行 都可以开立这种用国外的护照登记的银行账号 比方说中行 建行 工行都有 不过特别提醒啊 在开户之前 一定要跟银行的工作人员确认清楚 你这个账号是否支持海外的汇款 以及这个汇款额度是不是有什么限制 否则的话呢 如果没有汇款功能的话 那你开设这个国内的银行账号 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不下耽误功夫 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开这种银行账号 前提是需要你有一个国内的手机号 换句话说呢 你在国外是没有办法办理这件事的 必须等你回到中国 拿到中国的国内电话号码之后才能够申请 关于怎么申请国内电话号码呢 这个我后面单独介绍啊 好 接下来 再谈一谈第五件需要准备的工作 就是在中国订酒店的问题啊 目前呢 很多海外游客去中国旅行的时候需要订酒店 但是你知道我不需要啊 因为我家就在北京啊 我回国之后就住在我爹哪儿 然后再去当地公安报备一下 不过如果您要是在国内没有亲戚朋友的话 您就得需要事先在国内订酒店 国外有很多啊 你想什么expedia booking.com啊 还有那个携程的英文版 Ctrip 都可以用 不过在订之前呢 请务必确认 您的目标酒店有资格接待外宾呢 当然 那些不能接待外宾的酒店或者民宿的话 一般他们网站上都会有说明啊 当然现在 我看前一段时间国家有规定啊 说是任何一个酒店 不能以没有接待外宾的资格来拒绝外国游客 当然我不知道他这里面怎么操作的 反正就是说 你不能接待外宾 你也不能拒绝 当然人家外国人也 也不是那么没眼力见啊 看你上面都写了不能接待外宾了 人家其实也就找别人去了 不过我估计他这里面操作是 如果一个外国人非要住进这个没有外宾接待资格的旅店的话 可能酒店的工作人员会用自己的身份证 帮他刷一下 然后酒店自己在管理这个风险呢 不过呢如果您在国内已经安顿下来之后 想要再去其他的城市旅游的话呢 这种情况下呢 您可以使用国内的订房软件 比方说什么美团呢 协程啊 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都可以订啊 不过在这些程序上面开立账户之前 你得先有一个国内的手机号码 这个也是让很多海外华人比较头疼的事啊 好 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磅的环节 怎么办理一个国内的电话号码 说我又不打电话 我要国内号码干啥呀 这个首先说一下 为什么需要国内电话号码呢 不是用它来打电话的 主要是用来接收短信验证码的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国内现在很多的 基本的生活服务 比方说什么 你开银行账号啊 你开这个订旅馆的订民宿啊 你预约什么旅游景点啊 坐个地铁呀 打个车呀 买飞机票买火车票啊 骑共享单车呀 用美团团购啊 都得需要实名制 这种实名制的要求就是 您在申请以上这些APP账号的时候 就需要提供一个国内电话号码 系统会把验证码 发到你的手机上 你才能开通 否则的话 你想也别想 除非以上这些服务你都不需要 这当然一般人也很难做到啊 因此说 申请国内的手机号很重要 这里面有很多选择 首先第1个方案就是 如果您在国内没什么朋友的话 可以考虑买一个 就是咱们 前面提到的这个你好mobile 第2个方案就是 用你的护照 去申请一个中国的手机号 但是这里面有个缺点就是 你得 先入境中国之后 才能用护照去申请 因此说 从您下飞机到拿到手机号之间 会有一段时间的盲区啊 啊这个盲区怎么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你就得需要准备一些现金 比方说 你从机场出来 然后打车去酒店嘛 但是你没有电话号码呀 就没法注册滴滴打车啊 你就只能说是在机场 坐出租车 打表 去订好的酒店 然后付账的时候呢 直接给司机现金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解决这个盲区的问题啊 能在酒店办理入住之后再出去办你的这个电话手机号 还有第3个解决方案 就是您在国内如果有亲戚或者朋友的话 有闲置的手机或者是手机号码可以临时用一下 要么是把那个SIM卡放进自己的手机里面去或者直接用家人这个闲置的手机直接用啊 我自己的情况就是 就这样了 我妈有一个旧手机 就是在疫情之前我给我妈买的 等我妈去世之后呢 这个手机就一直闲置的 然后我每次回国 这个手机就归我用 然后呢你再看我每次出门可热闹了 每天出门的时候兜里有两个手机 左兜里呢 是我加拿大的手机 里面有上网卡 只能上网不能打电话 右兜里放的就是我妈给我留的那个国内手机 专门用来接短信用的 不过呢 这提醒一下 用国内手机的时候呢 你也得记一下你这个电话号码背后的身份证号码 因为有的时候呢 你在注册软件的时候需要填写与这个手机号相对应的身份证 好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在中国常用的一些AppApp 这个App的这个顺序 这样 咱们老百姓出门三件事啊 吃住行 咱们就按这个顺序 先说吃 吃这块呢 一般咱们去饭店最简单的流程就是 选一个喜欢的饭店 然后进去点餐 然后呢 咪咪咪咪吃完结账 走人 但是这次回国呢 我老爹教了我一个比较省钱的方法 就是用那个美团App 吃团购餐 点团餐 这种点餐方式呢 要比直接去店里交钱消费 平均大约能够便宜30%左右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 你可以下载这个美团App 在里面敲入你想吃的饭店的名字 点进去之后 看看这家饭店最近有什么团购的优惠 每一家饭店下面几乎都能找到很多团餐的选项 选好之后呢 在美团上面直接下单结账 然后美团会给你一个二维码 拿到这个二维码 接下来你就肉身去那个饭店 进饭店跟店员出事这个二维码 然后呢 店员上菜 你那咪咪咪咪吃完 走人呢 不用跟饭店结账 这么一个流程 比方说我在一家叫做北平盛世新京菜这家饭店里面 当时只花了298元 就吃到了一套原价是456元的双人套餐 而且他这个原价456元 也不是骗人 我拿他们这个菜单还专门算了一下 你要是自己进饭店单点的话 吃这些真得需要花456左右 但是你要是在美团上就可以享受很大的优惠 现在在美团上吃团餐这么流行 估计也是因为最近中国的经济形势 老百姓兜里没钱 不愿消费 于是就越来越多的饭店放下高贵的身段 降价吸引客流 就便宜了我们这些临时回国的时刻 这次回国其实我去了两个城市 一个北京一个上海 出去吃的大部分的饭店都是点的团餐 除了去饭店吃饭 另外还有一个跟吃相关的就是点外卖 点外卖的常用APP 一个是美团 第二个就是饿了吗 这两个APP我都试了一下 流程都走通了 但是我没有最后下单 因为每次点外卖的都是亲戚们帮着我点的 好前面说的是吃 吃住行 接下来是住 住这块 其实就是订酒店订民宿 在中国订酒店订民宿主要用到的APP就是 邪城 美团以及微信的小程序 你看我这次回国也用到了 您知道了 虽说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北京住我老爹那里 但是中间 我抽空去了一趟上海玩了两天 于是在上海订民宿订酒店我用的就是邪城 好说完吃和住 接下来就是说行了 行这块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咱们先说行这块的第一大部分就是 打车 在中国呢 打车软件有很多 目前使用最多的就是那个滴滴打车 您可以下载一个 滴滴的APP啊 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打开滴滴小程序 滴滴这个名字 挺搞笑的 以前听过一个笑话 问说用什么打滴啊 用滴滴打 这回答就跟吹了一小喇叭一样 不闹啊 除了那个滴滴打滴打 不不除了这个滴滴打车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高德打车的 这个您打开高德地图APP里面 就可以找到这个功能 关于高德打车和滴滴打车 这两个APP我都用了 当然用滴滴多一些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 用高德打车会比用滴滴打车稍微便宜一丢丢 但是也没有便宜太多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啊 这个你随意 好打车这块 行的第二大部分就是地图导航 在中国呢 最好的地图导航软件就是这个高德地图 另外还有一个它的竞争对手就是百度地图啊 不过百度的东西呢 我没用过那个东西啊 因为我对百度一直 有偏见的 没什么好印象 所以说我估计这个百度地图也估计也好不到哪去啊 而这个高德地图呢 我看别的司机都用 而且我自己有的时候 步行的时候也用这个高德来导航 感觉特别的好用 我觉得 这么说啊 即使是Google地图 在这个导航功能上 我觉得 都比这个高德地图要逊色一筹 当然再次重申啊 今天我提到的所有产品 没有任何业配 纯纯就是 我自己的感受啊 如果真的不小心替谁带了货了 你也别高兴太早啊 反正我 就是实话实说啊 嘴里也没把门的 没准 开始喂几个天早 然后回头再打一个巴掌 也是保不齐的事啊 在这这么说 我尽量客观评价 所以说我觉得高德地图比Google地图强 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数据功能太强大了 当你用这个这个高德导航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信息 以前我在用Google地图的时候都是没有的 比方说 这个红绿灯的等待时间的倒计时 还有这个导航的时候呢 人家高德都可以 给你具体到左右第几个车道上 而且它的这个语音导航功能非常的有意思啊 非常的可以个性化 导航机器人得不得不好像跟你闲聊天一样啊 嘴这个碎呀 而且这个导航的时候各种建议也比较贴心的 前方红绿灯还有三秒钟即将变绿 请您缓慢驶入左边第二个车道左转 转的时候请注意前方车辆啊 右边车道发现有车辆高速接近 咱们让它闲过咱们不着急啊 就这种碎嘴子模式的导航 而且其实它能够做这种导航的话 说明它后面有一种强大的 数据基础在做支撑啊 相当牛叉 另外呢 它这个高德导航你还可以下载很多 个性化的语言包 你看 我侄女开车的时候 他那个手机上就下载了一个 鱼签的导航语音 听起来 跟说相声一样啊 常常丢些包袱给你啊 挺挺逗的 比方说如果车超速了 这个导航就 就来这么一句啊 哎呀 您这车开的太快了 裤衩都快追不上您了 所以挺有意思啊 而且你在下载这种语言包也挺方便的 打开高德地图搜索鱼签即可下载 据说除了鱼签还有这个郭德纲的啊 那估计更好玩了 行这块呢 除了导航 还有一个就是 订机票或者是订高铁票啊 这方面呢 您可以使用美团携程或者是微信小程序 或者是直接用中国铁路12306网站购票 去年回国的时候 我是用微信小程序买过一张高铁的票 今年我不是中间去了一趟上海吗 我买高铁票用的就是携程 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好 行这块还有一个就是坐公交坐地铁 咱们拿北京公交来举例子 在北京坐公交 就得需要下载一个叫做公交易卡通的这么一个APP 用之前呢 你还得需要实名注册 使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这个APP可以生成一个二维码 上下车扫一下 就可以轻松坐公交坐地铁 我去年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来 坐北京公交 但是今年呢 我发现了一个新东西 就是说 他这个易卡通的APP里面还可以申领一张叫做 玲珑通卡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用起来比二维码可方便多了 他开通申请 实际上就是在你的iPhone的钱包里面加一张电子卡片 用的方式很类似咱们在国外用iPhone刷信用卡 就是双击iPhone的侧面 出了一个卡 然后刷脸通过验证 然后这个手机一靠近地铁的闸机口 闸机开启让你进站 出站的时候一样操作 闸机开启让你出来 完成一次上下车 然后中间所花的费用 直接在你的微信里面扣款 巨方便的 做公交也是类似 而且不仅北京了 其实它是可以在中国很多大城市通用的 这个就太厉害了 当然 你看我前面说的比较细 你也不一定能用到 您就是大概听一下我这次回国是怎么跟这些 国内的非常先进的花样百出的APP们较劲 至于具体这些APP都怎么操作的 我也不可能在节目中全说 你可以有问题的话 线下给我提问 还有一个跟行有关的就是在中国一些比较大的景点 比方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故宫长城 一和园的这个级别的景点 一般他都是需要预约的 预约景点门票 用的软件就是 携程 你看我这次回国去了两个需要预约的景点 一个是北京的一和园 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御园 好 关于行最后还有一块就是骑这个共享单车 这个也是在中国比较常见比较方便的一个生活应用场景 我这次回国呢 骑共享单车 骑了好多回呀 但是骑车不是因为我打不起车 主要是因为 呃 吃大饭吃的太狠了 这个腰围明显 健粗啊 你看我 你看现在我这双下巴还没完全下去呢 所以说迫切需要一有机会就要骑车减肥 所以说我一看到车有机会我就骑 目前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呢 有三种颜色的共享单车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青色的一个是黄色的 这个蓝色的共享单车 需要在您的手机上安装一个支付宝的软件 用支付宝来扫 青色的这个车呢叫做青菊 它可以用微信来扫 而这个黄色的车就是你需要下载美团的APP来用美团来扫码 当然它这个黄色的车你也可以用微信来扫 只不过打开的是微信里面的美团的小程序啊 后面还是美团 所以说你看呢 在国内扫码骑车特别的方便 不过就是需要注意一点就是 如果你是两个人出去的话 比方说我带我太太出去 骑这个车啊 我就得需要扫两辆车 但是我不能扫同一个颜色的两辆车 比方说黄色的车 我用美团扫开一辆小黄车 在还车之前我是不能扫第二辆的 因此说呢我就只能说 黄车扫给我自己 然后在我微信给我太太扫另外一个颜色的比方说青菊啊 这种啊 需要注意一下 好 行这块差不多了 好这是吃住行 基本上所有涉及到的软件呢 我都给您过了一遍 还有一个就是购物这块啊 购物呢您可以肉身去各大商场去溜达 或者说是您上网进行网购啊 一般来说网购我用京东多一些 但是我周围的朋友用的就各种各样了 你看我老爸就喜欢用拼多多 还有很多朋友喜欢用什么淘宝啊天猫啊唯品会这种啊 还有人喜欢在抖音上面看这些大主播们直播带货 然后在线上买东西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排名靠后一些的购物网站 比方说什么小红书啊 苏宁易购啊等等啊 对了还有美团呢 这个也很重要啊 美团呢 它也是一个购物的 APP 只不过它是一个团购 也比较省钱啊 除了咱们前面说的这个 吃团餐之外呢 买东西的时候也可以用团购啊 我发现这次回国我用的美团用的特别多 基本上什么生活服务美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因此说 回国生活的话你手机上一定要装一个美团 基本上什么都能干 除了坐公交不需要美团之外 其他的哪哪都有他的身影啊 他这个覆盖面之广直追微信 好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还有其他的APP吗 我想想啊 啊对了还有一个就是点评的就是独立第三方的消费点评网站 叫大众点评 他这个网站有点像国外的Yelp或者是TripAdvisor啊 这个这个东西使用的场景就是比方说你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想去吃饭呢又不知道附近哪家餐馆评价比较高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打开大众点评 看一看周围有哪些米其林餐厅啊 哪家饭店的评分比较高啊 找到以后呢 你别直接去啊 像我刚才教你那样啊 先打开美团 看看这家找好的饭店 在美团上有没有团餐 然后去美团下单 这么玩啊 好最后一个就是在国内用这个搜索引擎啊 这个你要是没有VPN翻墙软件的话呢搜索引擎也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就只能用百度 但是 但凡您能翻墙的话 你还是用翻墙软件加上Google配合使用 那是最好的选择 反正我翻百度啊 啊应该 啊 还有什么软 基本上齐了 如果如果落下哪些软件的话 您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或者是提问了 我尽量回答 好 咱们就聊到这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打赏点赞订阅 或者是加入会员 用每月一杯咖啡的钱 支持庄业进行内容创作 庄业在这里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啊 得嘞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